先总统蒋公中正 一生以身许国 并大智大人大勇于一身 领导国民革命 为我国家开创光明前途 丰功伟业 为万民所敬仰 这部影片是民国五十五年 为庆祝蒋公八制诞辰所编制的 内中的历史镜头 是从各国的影片档案中收集而来 所以非常珍贵 民国五十五年五月 蒋公宣誓就任中华民国第四任总统 自幼年时代起 蒋公就现身革命 先是追随国父孙中山先生 在广东建立革命军 创办军校 继而率师北伐 统一全国领导国家建设 日本军阀亲略我国 蒋公领导抗战得到胜利 共北作乱 蒋公在领导我们反共复国大业 坚忍不移 这些丰功伟绩 都记在每一个中国人的心里 蒋公于民国前二十五年 也就是公元一八八七年的十月三十一日 诞生于浙江省凤化县西口镇 父亲素安宫 与蒋公九岁时逝世 所以抚养之刃都落在母亲王太夫人的身上 蒋公弑母制校 十七岁完成乡镇学校课业 入凤化俸禄学堂接受新教育 十九岁转入宁波建经学堂 听老师顾清廉先生讲述民族大义 及国父初期革命故事 二十一岁时到日本入东京政务学校 学习军事 蒋公于民国前五年 在东京加入中国国民党前身的同盟会 两年之后 首次和国父见面 地点也在东京 立刻为国父所赏识 认为他有领导人才 国父曾说 蒋公可以接替他领导革命大业 民国十三年 国父任命蒋公为黄虎陆军军官学校校长 这是开学典礼时 国父和蒋公的合影 国父于民国十四年逝世 统一全国的重任 就落在蒋公肩上 民国十五年六月 国民党在召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之后 正式任命蒋公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 率师北伐 自广东出发 分三路 自湖南江西北上 所到之处民众担似湖江已赢 北伐军于民国十六年二月收复了南京 定为中华民国首都 民国十六年十二月 蒋公和宋美玲女士在上海结婚 蒋夫人系出名门 毕业于美国蔚来司理女子学院 笃信基督教 蒋公受夫人影响 也自此成为虔诚的基督信徒 民国十七年北伐进行到最后阶段的时候 还在抵抗的军阀 只有东北的张作霖一人 将在黄古屯 为日本人暗设埋伏诈毕以后 其次张学良乃宣布效忠政府 于是北伐完成全国统一 蒋公统一全国之后 就遵循国父孙中山先生的三明主义 致力于全国各方面的建设 开发矿藏 建造铁路 一片蓬勃景象 但是日本中华 不让中国建设成为富城国家 民国二十年 他们先发动了九一八事变 攻打沈阳 民国二十一年 又发动了一二八事变 炮轰上海 一年之后 日军跟强占了山海关 蒋公中正知道 和日本的战争必不可避免 但是忍辱负重 决定牺牲不到最后关头 绝不青年牺牲 正当中华民国遭受日本的外来侵略 苏俄却在内部阴谋颠覆我们的国家 这个颠覆活动 是由苏俄驻北平大使馆职员加拉罕主持进行的 企图在中国建立一个共党傀儡政权 根据这些被搜出来的文件显示 苏俄早在民国十六年起 就开始阴谋颠覆中国 蒋公知道 攘外必先安内 乃在江西一带 对共党颠覆分子进行了五次围剿 残匪约两三千人逃串到陕西北部 民国二十五年冬天 蒋公筑节在西安 指挥青角残余的共匪 当地将领张学良和杨虎城等 受共匪蛊惑 竟发动了兵变 劫持蒋公 蒋公非但不为所趋 继而小以大意 结果张学良受蒋公人格感召 依然悔悟认罪 于当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轻送蒋公飞回南京 全国人民文训欢欣若狂 蒋公抵达南京 蒋公抵达南京的时候 向国民政府主席林森鞠公 感谢他的关怀和迎接 民国二十六年七月七日 日本军阀向中国发动全面侵略 首先攻打北平之南的卢沟桥 我守军寓意引用团机 展开了保卫国家民俘的八年抗战 当时蒋公正在庐山主持一项会议 知道对日本的侵略已到了不能再容忍的地步 蒋公在庐山发表了严正声明 指出中华民族希望和平 但绝不苟然 中华民族准备应战 而绝不求战 他说牺牲的最后关头既已到来 我们就只有牺牲到底 无丝毫侥幸求存之心 现在抗战已经开始 凡我中国人民第五分南北 年五分老幼 必须奋勇抵抗日本侵略到底 不达胜利绝不终止 在蒋公这一伟大精神号召下 全国军民团结一心 坚忍沉着 适死抗战到 民国二十八年 政府迁都重信 日本以各种方式引诱我们谈和 但都为蒋公所惧 于是日本军阀乃决定对重庆大师轰炸 希望摧毁我们的抵抗意志 但尽管日本的这样滥尸哼炸 我们的明星士气非但不为所动 反而更坚定更沉着 设在地下的工厂 一切工作照成进行 蒋夫人到各医院慰问伤患 并且亲自主持救护活动 为了取得国外的补给品 政府建造了滇缅印公路 自云南的昆明 直通到印度的雷多 民国三十年十二月八日 日本偷袭珍珠港 掀起了太平洋战争 我国对日抗战 乃于世界反七六战争结成一级 蒋公以众望所归 于民国三十一年 近二十六个盟国 一致推选为盟军中国战区最高统帅 自此国军乃于盟军并肩作战 不但在国内连获大旗 还更派远征军深入米店 协同盟军作战 民国三十一年二月九日 蒋公和夫人访问印度 于甘地会晤 同意支援印度和英国共同和日本作战 在蒋公十万七年十万军的号召下 大专七年纷纷从军 奉派到缅甸协同缅英军队作战 曾在一次战役中 救出七千多名英国和缅甸的官兵 美国的陈纳德将军和他的飞舞队 这个时候来到中国 协助我军军对日作战 国军飞机曾经深入日本本土 散发船单 劝导日本停止侵略 民国三十二年 美国和英国废除和我国所定的一切不平等条约 当年二月 蒋夫人到美国访问 在国会发表演讲 受到热烈的欢迎 民国三十二年十一月 蒋公和夫人到开罗和罗斯福总统 及丘吉尔首相会晤 议定战后台湾归还中华民国 日本侵略军队这个时候已经陷入泥沼 战事节节失利 德国在欧洲投降后 盟军以原子弹轰炸广岛和长旗 日本天皇乃于民国三十四年八月十四日 宣布无条件投降 我国八年抗战 终于赢得顺利 与国欢欣庆祝 何英新将军代表我国 在南京接受了日本司令官 钢村宁寺的投降 临国三十五年五月五日 政府环夫南京 蒋公这个时候 已担任国民政府主席 率领文武官员在中山林前举行胜利环都大典 寄告国父孙中山先生 抗战以胜利结束 国家就将展开建设工作 必遵循三明主义 使中国成为民有 民智 民享国家 民国三十四年八月 蒋公签署联合国宪章 指示中国代表团 致力世界各国的互助合作 共策和平安全 联合国在旧金山举行大会 选举中国为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 民国三十五年十一月 制宪国民大会在南京召开 出席代表一千五百五十九人 于十二月二十五日 正式通过了中华民国的第一部宪法 根据这个宪法 第一届国民大会 于民国三十七年召开 以两千四百三十票 选举蒋公中正 为我国行宪后第一任总统 举国文姓 一致庆贺 就在我国步入宪政 致力于战后各项建设的时候 共匪公然叛乱 既国家前途于不顾 政府一再容忍接受美国调停 在马歇尔的斡旋下 政府代表张群和共匪代表周恩来 共签停火协定 但共匪却不信守承诺 继继继继继续 终于大陆寻良 观入 在共匪的统治下 我大陆同胞过着非人的生活 受武艺 受控制 除了财产被没收之外 人人都被当作工具 成为被压榨剥削的对象 个人失去自由尊严 还在劳动之后 被强迫接受军事训练和政治学习 民国四十七年 共匪在各地组织了人民公社 破坏中国传统的家庭制度 人民必须为他工作 才能取得饭不得 在公社饭厅里吃粗烈的大锅饭 这个现象到现在仍然在继续着 人民吃不饱 穿不暖 永远挣扎在生死 江公和夫人 于民国三十八年来到台湾 当时江公已自总统职务隐退 但全国人民都要求他复刑逝事 江公乃不计个人劳院 依然顺应欲情 于民国三十九年三月一日 宣布继续领导反共复国的革命大业 奖公复兴事事后 即致立于复兴基地的各项建设 亲自巡视横贯公路的新竹 以及其他各项工程计划的进行 为了发展农业 政府进行了土地改革 使耕阁有几天 大大提高了农民的耕种意愿 也迅速地增加了农业生产量 和改善了占大部分人口的农民的生活 台湾可跟面积比例很小 但农业生产结果 米粮非但可以自足 还有甚余可供出口 农业发展为工业建设奠立了基础 在工业化过程中 政府先鼓励民生应用品的生产 以满足人民衣食住行的基本需要 然后发展劳力密集工业 增加出口及就业机会 渐渐地到今天发展资本密集 和技术密集工业 这部影片拍摄于民国55年 当时纺织工业已经建立 黑白电视机也已经开始生产 在蒋公的领导下 台湾各地普遍举行自由选举 蒋公总是首先前往投票 共匪窃聚大陆以来 人民不堪奴役迫害 纷纷奔向自由 环战结束 一万四千名反共议士 搭轮来到海湾 受到各界热烈欢迎 大陆渔民趁海上作业之变 也不断奔向自由 他们穿着衣服满身补丁 证明了大陆上户的配极量 不足人民一的需要 民国五十年 高佑宗和邵西叶 驾机到韩国再转来台湾 是最先投奔自由的共匪飞行员 民国五十一年 刘成斯驾共匪的米格十五式战斗机 来归 他说大陆人民 碰透了共匪的暴虐 民国五十四年 又一位共匪的飞行员 李显斌 驾一流声式轰炸机 来到台湾 同样受到热烈欢迎和颇善安置 在蒋公的领导下 我国军不断增强防卫力量 民国四十七年 京门保卫战中 我通军建而 击落了共匪三十二架一格机 自己只损失了军刀机一架 国军胜利女神飞弹部队 经常演习 严防敌人来败 国军的中角部队 也是配备精良 士气旺盛 蒋公时长到前线巡视 勉励国军官兵整个代代 担任反共复武先攻 蒋公时时在念 是我大陆同胞 在共匪的积权统治下 所受到的苦难 现在共匪的败相不漏 大陆同胞也分歧反抗 我们必须更奋发 更途强 早日光复大陆国土 解救受难的同胞 以赴先总统蒋公的期望 你因为毫无限 我没有没机会 我就会 我也是 我很多都给你 你 你 喂